观天下大事 听非同凡响 我是丁一凡 今天来给大家聊聊台湾选举那些事 最近台湾又举行了大选 蔡英文再次当选 未来两岸关系可能又有一段不太容易的局面 蔡英文在这次竞选过程中间 使用的方法跟我们想象的不同是 她竟然大胆地把大陆当作一种威胁 来鼓动支持她的选民投票 其实蔡英文的当选 证伪了一个我们一直认为选举中间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选举中间选民在乎的是你的执政能力 是你能不能把经济搞好 是能不能让我的收入增长 在蔡英文执政的前四年里头 在这些方面 蔡英文的执政都是乏善可陈的 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展示的政绩 但是蔡英文在选举中间还是得胜了 她选举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鼓动台湾人来对抗大陆的这种心情和能力 而且蔡英文这次赢的不是少数 因为她得到的票数是一半以上 那说明确实很多人会受这个事情的影响 会受这种口号的影响 也就是总结一下 我们千万别冥信投票 人们就是按照各种各样的利益得失来投票 因为我们设想的选民 都是像我们设想的市场上的经济人一样 都是所谓的理性动物 其实人并不是那么理性 特别是在竞选在选举的过程中间 人往往不是那么理性 所以投票才会投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结果 这次台湾的选举也不例外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背景 就是前不久发生的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骚乱 香港的暴力行为等等等等 都给台湾提供了一种刺激 使得蔡英文在用这种口号 去鼓动一些年轻选民投票的时候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这些事情都证明 我们未来在判断事情的走向 特别在调整两岸关系的时候 不能够只把眼光放在 是不是有经济利益 而这些经济利益是不是能够影响党内的 或者是岛内的一些选民 其实这些事情都值得我们反思 当然选举 选举就有一些策略战略的问题 这一次在国民党的选举战略中间 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国民党内部就无法协调一致 整党没有团结起来 共同推出一个可信的候选人 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举 那是激情迸发的时候 最后一刻觉得国民党没有适合的领导人 跟蔡英文进行PK 所以最后韩国瑜就挺身而出的 要来搞这个事情 但是韩国瑜决定出来竞选 背后这些国民党的大佬们 却没有权力去支持他 所以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间 国民党内部的许多力量 是在给韩国瑜拆台的 而民进党又全力抹黑他的这个过程中间 那么韩国瑜他的优势就越来越丧失了 他甚至在高雄地区 在他当市长那些地区 选民们都不支持他 没有投他的票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那国民党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国民党的整个选举战略 和现在国民党找不到新的竞选 抓手的情况下 证明作为一个政党 国民党在台湾是势力越来越弱 未来要指望国民党在台湾翻身 越来越难 因为国民党找不到新的口号 找不到新的民意基础 找不到来调动台湾的这些人 特别是青年人 如何来支持他的这些基础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可能这个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其实台湾的事情表明 台湾选举绝不是一个 仅仅是岛内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的竞选过程中间 或者是在台湾的政治生态过程中间 有很多很多力量是干预的 简单地说 美国人是不停地 在给蔡英文政府提供各种各样的 鼓励资助 然后使得蔡英文觉得 他有能力 有后台来在未来的这个所谓两岸统一的过程中间 给自己撑腰 所以他这一次在竞选中间 他已经公开的表明了 不可能有我们主张的所谓和平统一 他认为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已经说了不 那么在这种过程中间 中国大陆未来与台湾的关系 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们曾经认为 我们只要对台湾做一些让利 我们对台湾的上层精英 做一定的沟通 我们就可以在台湾 又不断地说增加民心的这种向往吧 最后能够达到和平统一 可是事实已经证明 这种做法可能无法继续下去 我们无法通过这样的手段 来影响台湾岛内的民众的这种 辛勤民众的思维 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 中国大陆的民心越来越觉得 台湾这种离心力是不可容忍 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讲 未来要求武统的呼声会越来越强 而纵观台湾跟世界经济的联系 台湾现在能够维系 它真正发展的就是大陆的经济 它是依靠中国大陆的经济 才能够在现在世界经济 普遍萧条 普遍停滞的情况下 它还有一定的发展 如果两岸的关系 中国大陆不对台湾做出那么多让步 不对台湾做出那么多友好的表示 那么台湾的经济 未来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因为其实全球经济表现都特别不好 因为贸易战 美国的经济已经下调了大概近三分之一 原来美国政府估计 它的经济可以增长3%的情况下 最后美国的经济只有2%的增长 而这2%的增长里头 还有很多令人担心的因素 比如说金融危机的因素等等 所以连整个外部世界发展最好的经济体 美国其他的欧洲日本 基本上是0到1之间的增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这一个对外部环境依赖很强的经济体 如何才能够再继续生存下去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未来如果中国大陆不再继续 说我们还要继续向台湾让利 跟台湾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让台湾有比较大的贸易顺差 维持台湾的这种发展 如果中国大陆改变了这种思维方法的话 那么未来台湾的进一步发展 一定会出现问题 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考虑吧 我们也应该思考两个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能力 通过武力把台湾拿回来的时候 那么未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支离这个地区 未来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地区的人 心悦成父的接受 回归中国这么一种现实 历史上讲 我们中原王朝就是大汉地区 实际上对其他的边疆地区 对这些事情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恩威并食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沿着这条思路去思考 将来如何解决跟台湾的关系 否则的话一个劲儿去炫耀武力 炫耀我们的能力 最后即使你拿回了台湾 可能也会成为一个烫手的山羽 而另一方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 你的民众你的民心 会失去对台湾武统的那种耐心 这个时候也会把事情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很难控 只有恩威并济的时候 才能够让海峡对面的 感觉到中国大陆的吸引力 和中国大陆不可或缺的这种能力 然后这个时候才能够慢慢地 让整个岛上的居民的民心 慢慢地向这个地方靠拢 否则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越走越远 好 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道理 咱们下一次再见